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小时候我们都听过童话故事 那些美好又奇妙的故事让我们无比神往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一个不太一样的童话故事 反叛的童谣上部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的主角是小红帽 只是这个故事是不是我们熟悉的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出场的是一只大灰狼 灰狼打扮得丝丝纹纹,谈吐间也颇闲礼节 这会儿我们熟悉的设定大相径庭 他走进一家咖啡店看到一个拿着童话书的女人 狼先生便向他寄书来看 可是看到书上写着什么勇敢的小红帽 公主王子最后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等等 狼先生表现得不屑一顾 那女人说狼先生肯定是没有家人 才体会不到其中的温暖吧 狼先生却说自己曾经有过家人 至于为什么曾经有过那还要从前说起 从前狼先生有两个侄儿小胖和小兽 当他们还小的时候就一直垂涎小红帽 但每次狼先生都会警告他们 不要靠近人类 因为人类远比动物可怕 小红帽是在宫廷外卖花的小女孩 总是穿着红斗篷,戴着红头巾 宫廷里住着乖巧那脸的白雪公主 常常出来买她的花 小红帽会将卖花的钱存在三只小猪的银行里 过了不久,白雪公主的母亲去世了 小红帽给了白雪安慰 于是两人成为了朋友 很快国王就寻找了新王后 新王后带来了一块魔镜 王后每天都会问魔镜 世界上谁最漂亮 魔镜会回答 当然是王后最漂亮 直到白雪公主长大 魔镜突然说 世界上最漂亮的是白雪公主 于是当白雪公主和小红帽在森林散步时 王后派猎人掳走并暗杀白雪公主 小红帽拼命地想救回公主 可惜对方骑着马很快就溜走了 小红帽只捡到一把对方留下的手枪 与此同时 森林里的狼仔也已经长大 他们对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向往 直尔小兽不听狼先生的劝解 独自走出了森林 他首先敲开了小红帽外婆的门 正如故事小红帽中所说 直尔小兽吃掉了小红帽的外婆 可是他没吃饱 于是他准备将小红帽一并吞入府中 晚上小红帽垂头丧气地回到外婆家 看到的却是假扮成外婆的灰狼小兽 小红帽看到了小兽的伪装 但他假装成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趁小兽不备 掏出剪刀的手枪杀死了小兽 同时小红帽也可以化了 他不再穿红倒棚 而是穿上了用小兽的皮制作的狼袍 他打算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于是打算取回之前存在小猪银行的存款 谁知猪行长是抢取豪夺的黑商 三只小猪霸占了他的存款 还打算在森林建一栋房子 只是在修建房子的时候 他们遇见了狼先生的另一个侄儿小胖 于是两只小猪变成了小胖的盘中餐 人才两空的猪行长骗小红帽说银行破产了 于是将他拒之门外 半夜尝过猪肉的灰狼小胖找到了银行 猪行长知道小红帽之前杀死过狼 于是打电话向他求救 小红帽赶来将小胖一击毙命 猪行长为了感谢小红帽 将他带到屋内 准备用珍藏的红酒款带他 谁知被小红帽发现 他挪用了自己的钱 于是小红帽将猪行长也杀掉了 还将他的皮做成了一个包包 另一边白雪公主被掳走后 猎人如同原故事一样 对他产生了怜悯 于是放走了他 白雪逃出来后 凭借着漂亮的外貌 被七个小矮人看中叫走 在小矮人家过普通人的生活 虽然小矮人心肠很好 但他们却有赌博的恶习 很快就将所有的家当输光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 白雪为了帮助几人 偷溜进皇宫 拿走了魔镜 他将魔镜带回家后 让小矮人们问自己想知道的事 小矮人便问魔镜 明天的买马赛上 到底哪匹马会赢 魔镜告诉了他们答案 小矮人十分高兴 他们点当了所有家当 砸过卖铁的凑了一笔钱 准备靠魔镜的预言 大赢一场 就在这时 白雪通过魔镜看到了小红帽 姐妹俩终于再次团聚 小红帽为他们带来了 猪行长的所有金币 还用小胖的皮 为白雪也做了一件狼袍 就这样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而小矮人们 每次都通过魔镜 预知比赛结果 赌博对他们而言 不再是个问题 说到这里 狼先生的故事结束了 画面切回到现在 那个听狼先生讲故事的女人 被狼先生绑了起来 原来这个女人 是小红帽家庆的保姆 而这一切都是灰狼的复仇计谋 她伪装成好人 骗保姆卸下防备 然后伪装成保姆的样子 趁白雪和小红帽出门时 溜进了只有两个小孩的小红帽家 这个短片呢 曾获得过2018年 最佳动画短片的提名 故事既不天马行空 也不狗血浮夸 更多的是 透露着大人世界黑暗的一面 或许她正是做给 长大后的我们看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